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我們在英國端呢 我覺得現在是山羽欲來豐滿樓 隨時有可能Michael Richardson的case 會有一些新的進展 還有我們另外一位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還有兩位 可能都會有一些進展 在英國的Tribunal Corps 然後在英國端呢 我覺得他們在不多久呢 Kevin Hance 就會收到我們的台北地方法院 我知道這個台北地方法院呢 速度一定很慢 他們一定會拖 但是沒關係 台北地方法院你拖你的 我會把我告Kevin Hance的司法文書呢 直接先寄一份給Kevin Hance 跟倫敦政經學院 所以很快的英國端呢就開始慌了 好 那當然有人會說 你這樣會不會讓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呢 去湮滅證據啊或什麼 更不必了 他們根本來不及了 他們如果要湮滅證據 他們如果要反擊 這三年當中早就反擊啦 第一剩那 我在2019年的10月19號 到了英國的第一站 到倫敦第一站 我就找到律師啦 我在2019年的11月份就發函給倫敦大學 用律師函發函給他們 而且我就問了他們十個問題 他們就躲 他們把整個case交給了Pinsett Masons 英國第二大律師事務所之後呢 就躲起來了 那學鴕鳥躲起來 最後偷偷的跟這個Pinsett Masons給解約 我的判斷 我得到的情報是Pinsett Masons不想接這個案子 因為英國倫敦大學在跟Pinsett Masons 這個英國第二大律師事務所呢 談這個法律這個業務的時候 他們多所隱瞞 他們不願意提供這個不願意提供那個 Pinsett Masons呢 不知道這個官司從何打起 那當然呢那個時候我們突然就轉向了 因為我們發現說在英國打起官司來 那真的是要財力非常非常雄厚 可能需要像這個黑熊部隊 那個曹新城的黑熊學院 動不動就武藝 這種格局 所以我說曹新城 曹董啊 你行行好幫幫忙啊 你真的要台灣變成一個 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 你真的要抗中保台 你要拿什麼去對付中國 不是滴溝到菜兜啊 你的行為讓我感覺像義和團 你知道嗎 你今天要做的是 讓台灣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權民主 彰顯這樣一個價值的 讓所有全世界的華人 中國人都羨慕的地方 這才是我們對抗共產黨最好的武器啊 其他東西想都別想 人家用一隻手指頭就把你壓死了 曹新城曹董 我不知道你聰明一世 怎麼會糊塗一時呢 對不對 你不用弄什麼黑熊學院 你也不用捐錢給我們 你的錢我一毛都不要 你把你那個錢拿去 好好的改革台灣的司法 改革台灣的人權 改革台灣的媒體 不要叫人家是共匪 不要叫人家匪台 讓台灣的媒體呢 不管是藍綠紅白 能夠共同在一個自由市場中競爭 讓你的意見 跟你的意見 讓你的different opinion 跟opinion能夠共存 讓市場自己去分別出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老百姓沒有那麼笨 不需要你們去搞一個什麼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啊 什麼真的假的去告訴老百姓這個真的那個假的 我告訴你在所有人的群組中 他們自然會去論戰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這就是民主的真諦 你們今天所做的行為啊 就跟以前古時候什麼張大帥說 這麼多人在打籃球 這麼多人搶一顆球 乾脆每個人發一顆 一樣我只有一個字形容 那就是蠢 台灣的民主要用民主的方式解決 不是用極權的方式來解決民主 曹董聽懂了嗎 台灣的1450817聽懂了嗎 好那今天呢 一開始就活氣別這麼大 我今天一開車出門就看到螢幕 我覺得非常的賞心悅目 各位眼睛張大喔 然後仔細看喔 你們猜猜看 印入眼簾的是什麼動物 好來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這在哪裡呢 這不是在六福村野生動物園喔 這在我現在住的地方 而且我住的地方 不是荒郊野地喔 這是加州嘛 灣區的一個地方 也不是秦桑拿來喔 也不是人煙稀少的地方喔 一打開門一走出去 看到十幾隻 各位知道是什麼嗎 要不要猜猜看 要不要留一波眼 你們猜猜看這是什麼 你們猜猜看你們可能這一輩子都沒有見過 你們猜猜看你們可能這一輩子都沒有見過 什麼東西呢 留一波眼 哎呀不得了這個真糟糕 我們的火雞呀 跑到那裡去了 欸就是火雞 可能一輩子沒見過 在你眼前 20公尺 有一群火雞 十幾隻火雞對不對 這樣的景象呢 我常常看到 你知道我開車啊 要到這個 去去 shopping 要去買東西 要買菜的時候 我經常在路上等什麼 等路 等火雞 等松鼠 再走遠一點呢 會等鴨子 我真的沒騙你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美國的深山裡喔 我還在一個蠻都市蠻多人的地方喔 所以我就在想 你要說台灣呢 如果有這樣的情景 那一定是在六福村野生動物園嘛 你不可能在你家的門口看到一群火雞 在那散步 你更不可能在你家的水塘看到一群鴨子 野生的喔 在那裡散步 而且完全沒有在怕你 他知道你會讓他 於是我就在想 台灣一天到晚在做大內宣大外宣說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真的嗎 是真的是人嗎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不是人 應該去問那些鴨子 問那些火雞 問那些鹿 他們的行為告訴你答案了 今天 他們如果在台灣這樣走的話 恐怕烤火雞大餐馬上就上桌了 所以啊 有的時候 台灣啊 台灣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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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老是吹牛 有的時候要好好 靜下心來看看別人的文明 學學別人的長處 不要老是罵人家什麼美帝啊 什麼共匪啊 你罵別人不會讓自己進步 對不對 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必有可學之處 所以 張開一點這個眼睛 敞開一點心胸 這是我今天出家門口的時候 領略到的一點小事情跟大家分享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段 你知道 Halloween快來了 對不對 我記得我在1993年 94年在美國念博士的時候 在威斯康辛的最熱鬧的一條街 叫Stay Street 他這個Stay Street 直接通這個 威斯康辛的州政府 Madison 的那個 有一個像長得像小白宮一樣的 的這個地方 就是州政府的辦公所在地 那他前面就是有一條Stay Street 這條Stay Street呢 就是威斯康辛就是Madison 這個City 最繁華的一條街 但是繁華也就那樣了 沒有什麼太多高樓大廈 但是很熱鬧 因為學生很多嘛 在那來回穿梭 你知道我第一次在Halloween的時候 去這條街 我真的嚇傻了 滿街都是鬼啊 而且一個比一個有創意 真的Halloween那天摩肩擦肿的 來來回回的 全部都是學生出來辦鬼 一個伴的比一個可怕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下來下去 然後很歡樂的過了一個Halloween 我想這種景象在台灣應該不會發生吧 台灣人聽到鬼就很怕對不對 咪起來齁 只有像屍呼嚨這種會去研究鬼嗎 女鬼一般人就很怕鬼對不對 我覺得這就是文化差異啦 好來各位我今天呢 因為Halloween快到了可能還有個不到一個月吧 就我就開車經過附近的社區 看到了這一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要注意到 到那裡 在這裡 有些人 在這裡 在這裡 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在這裡 欸 門口的草地上是什麽 立滿了墓碑欸 你家門口的草地上立滿了墓碑 你會怎麽樣 呸呸呸對不對 美國人就是這麽愛開玩笑 在家門口弄了一堆的蜘蛛網 弄了一堆骷髏頭 那也就罷了 在家門口立了五六個墓碑欸 一模一樣的 你看上面寫了個 VIP REST IN PEACE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不同的文化 不過 他們就比較 把生死看的比較淡 而且比較樂觀比較開朗一點 其實我來美國以後覺得很自在 為什麽 因為 我在台灣的時候沒學亂開玩笑 說被人家 被我老婆白眼 或是說被路人這個 不是路人 就是說同學有時候覺得你 你怎麽在開玩笑 可是我來美國以後發現 欸 我很融入的社會 因為美國人沒有人不在開玩笑啊 美國人講話喔 不讓人笑 他就不講了 所以常常會你一言我一言 他就開起玩笑 然後一堆人就哄堂大笑 真的 這就是美國的文化 那我覺得超適應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我從小呢 就是一個 呃 但某一個年期以後啦 我就是一個老師常常講的 誰啊 的那個人 是誰 欸 我就是那個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我 浑身的這個 就是 就愛開玩笑 你知道 我爸爸是一個 從來不苟言笑的人 他到85歲過世 我看他笑 不超過20次 都是抱孫子的時候 其他時候他從來不苟言笑 年輕的時候非常嚴肅 那張臉呢 不怒而威啊 看你又會吹你 你知道嗎 那到了後來呢 因為我大了 他也長太老了 他的面容變得慈祥了 然後 但是他還是不苟言笑 那我 所以我到 我到了一個年紀 我開始不怕爸爸的時候 我就每次就跟他搞笑 我每天的工作 就跟老來子一樣 就餘親 我每天就是想辦法讓他笑 然後讓他笑得這樣很開心 這是我每天的工作 好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爸爸是個一絲不苟的人 真的一絲不苟 那我為什麽會那麼來搞笑呢 笑到老王嗎 或者開玩笑 那為什麽會這樣呢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從小呢 到了某個年級以後啦 就是青春期以後 我永遠是班上那個 誰啊 就是什麽叫誰啊 就是 當老師 轉過頭去寫黑板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要在底下搞笑 要麽就講個笑話 要麽就 反正 然後全班就會突然 哄堂大笑 於是老師就會 回頭 誰啊 然後全班都看著我 我永遠是那個人 那 OK 那我今天到了 到了美國以後 我就發現 唉我好自在 因爲每個人都在搞笑 所以我就覺得 我搞笑的責任已了 我可以這個不講話 我可以靜靜的欣賞別人的搞笑 好啦 這只是一個文化上的差異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美國的萬聖節快到了 每個家家戶戶都在弄鬼嚇人 而且弄得一個比一個恐怖 尤其是我走那個夜路 走山路 他們更是把那個骷髏你知道 就是整個掉在樹上 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看你被告死了吧 美國沒有 大家就盡其可能的去捉弄別人 有的還做電動的咧 你就開車開到一半 所以 這個10月11月在美國 開車走路你要小心 你不要被嚇死 如果台灣人的話 應該刺到沒辦法 找那個道士來收邀吧 輕輕輕鬆鬆 對不對 美國人就是 他會做那個電動的 然後你測開過去 他突然這樣 一個跑出來 一個 一個一副骷髏 這就是美國的Halloween萬聖節 好啦 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 我算一算時間過得好快 我去年萬聖節 然後Christmas 我都把在這邊看到的景象 拍給台灣的朋友們 因為想念大家嘛 我又回不去 那一轉眼今年 今年又到了 對不對 好 那 喔對 我在這邊要謝謝大家 就是 就是我們呢 要到這個 要在台北地方法院開始 然後到美國 再到英國 我們要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訴訟 我們的第一階段呢 會把它著眼在台灣的法院跟美國的提告 所以呢我們跟社會大眾呢 就是 募資就是五百萬台幣 那有些人告訴我們五百萬你成不了事啦 很少的錢啦 呃我覺得 不要不要去累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不要去累積大錢啦 當錢累積的地方就是罪惡的地方 我們呃有多少錢用多少錢一步一步的 我們會跟大家公布我們這個錢怎麼用 然後我們會從台灣開始 先從台北地方法院啊 先從民事庭 我跟大家解釋過 因為形勢的部分有管轄權的問題 而且形勢呢是要動用國家機器 這個時候台美聯手台英聯手的機會就會非常的大 民事訴訟 個人行為啊 民事求償 這是損害賠償是個人糾紛 我就不相信英國倫敦大學的Kevin Hens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一個職員 他可以自外於法律 可以自外於台灣的法律 那我們告的是有所本 而且我們在美國也會提告 那至於朋友們問我們說美國怎麼提告呢 這我們暫且保密 我們一出手一定會種地 反正我們就來比一比 台灣不受理 美國看你受不受理 美國加州不受理 我跑到別州去告 總之 而且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提告 還很多人可以提告 我兒子也可以提告啊 對不對 我爸爸被迫害啊 我未成年 我兒子也可以告 很多人都可以告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告啊 張靖律師也可以告啊 很多受害者都可以告 所以蔡同學 你去聯合英國沒有用 因為我們手上的證據全部都是 Solid Evidences 你去弄一本論文也沒有用 弄一張證書也沒有用 你來不及啦 你知道嗎 歐崇敬歐老師啊 他曾經去跟民進黨的一個高層啊 把他叫去說 你現在在補論文是來補什麼啦 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嘛 不然你現在要怎麼啦 真的我現在這個對話完全就是 比照他的口氣啊 就是跟歐老師說啊 大家都知道蔡英文論文是假的 你們這樣子一弄下去弄下去 你弄到什麼時候啦 那我老師就說欸 你也拜託給你 你把人家這個弄論文門的這幾個望重逝靈的學者 搞得身敗名裂 把人家鬥臭鬥垮 一輩子都沒有 一輩子都沒有 那你說你說這個世衛大眾怎麼幫你耍 沒有錯啊 這就台灣現在 大家宇宙正義學院的同學追論文門的心態嘛 對不對 你吃人厚厚厚你吃人不吐骨頭欸 不吐骨頭之外 你還把那個骨頭拿瓜子在嗑 這不太欺負人了嗎 很多人看不下去嘛 你這真的是太欺負人了 一個自己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證明 你去看林志堅 你去看高洪安 你去看所有的立法委員什麼蔡世英一堆啊 不管你證明你的清白或證明你的不清白 都是在三分鐘之內可以解決 最長最長拖不過三個禮拜 整個事情要落幕 欸蔡同學你拖了三年欸 手上的東西應該在你身上的 你拖了三年了 論文拿不出來 畢業證書拿不出來 結果呢拿了一大堆什麼誰寫誰給你信 什麼繳費記錄就有六頁 你太開玩笑了吧 任何一個讀過書的人 任何一個稍有腦袋的人都知道 你在從頭到尾在說謊 那今天還護著你的人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拿到好處要不然就是共犯集團 我跟你講喔 兩年前還有人護他 我說這個人可能是笨 不知道 到今天還護蔡英文論文的人 沒有別的只有一個字 就是壞 這個壞有兩種 一種是拿到好處 一種是一起犯罪 除此以外第三種沒了 你再也找不出第三種 可以支撐蔡英文 可以幫蔡英文的論文門 擦汁抹粉的任何理由 好 那現在很簡單嘛 你蔡同學 怎麼去弄嘛 你現在要怎麼去弄一本論文 就算你去找出來 你找CIA 找英國軍情五處 找福爾摩斯 找全世界最會偽裝的人 去弄一本舊舊破破的論文 你也來不及啦 完全來不及啦 因為你那本論文中 沒有人引用過 他沒有出現過江湖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管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要吞下來說 那是我們的疏忽 或者是什麼 對不起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呢 不是只有單一一樣 要證明你有學位 他的必要條件 至少有十樣 你沒有一樣符合 全部拿一些鬼造文書的東西出來呼嚨 搞了一二十封信 什麼都有 什麼繳過費的啦 什麼可以回家念書的啦 什麼信都有 唯獨沒有的就是 你的論文跟你的證書 你那個畢業證書 時而有編號 時而沒有編號 你高科技啊 你用了一種螢光筆 任意門啊 你變魔術啊 時而有時而沒有 蔡同學 你沒機會啦 好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謝謝你們三年來一路相隨 實現公平正義 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經過三年 所有的證據 終於水落石出 該是時候把蔡英文學歷詐騙集團 跟她的黨羽們送上法庭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從台灣跟美國 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我們初步估計 這個訴訟第一個階段 會需要五百萬台幣 大約是十五萬美金 需要大家的幫助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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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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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duct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產靠谕视频》 現在是民進黨黨內候選人的票房毒藥 私底下都這麼說 表面上不敢拒絕 而且大家都不會主動的邀他去幫他站台 可是民進黨黨中央說主席要去哪裡站台 他們又不敢說不 就尷尬在這裡 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問題不是出在 這是第二任 不是出在台史皇末期 問題出在這個人毫無舞台魅力 而且常常講錯話 那他的幕僚也很辛苦 因為每次講錯話就要想辦法去處理什麼 什麼那個那個東西對不對 那個東西當然不是他講錯是對方講錯 可是還是要去處理 那個presidency 最後還是像謝志偉這樣的人 要去編個故事 那像蔡同學這種 什麼I have a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這種 外交場合國內場合一天到晚 胡說八道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因為 內行的醫生告訴我說 蔡同學她有在吃藥 她有在吃抗憂鬱或抗躁鬱的藥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她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臉上的表情 臉上的肌肉 你可以去看 這個熟悉的人一看就看出來 以前我們常講說有一個官夫人 她長得很漂亮 可是每次出門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她 不帶著腦袋 那就是因為可能失眠 或者其他的因素 所以定期在服藥 或者是恐慌 躁鬱 其實我是說 以蔡同學的狀況 她不恐慌才奇怪 對不對 她每天早上就怕一醒來看到 這個桌上傳來消息說什麼倫敦泰晤士報 這個每日電訊報 踢爆了她的假學歷 然後或者是美國的報紙踢爆她的假學歷 或者是 英國的官司又輸了 或者法官 這個Alice McKenna又突然這個 突然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或者法官West 又突然說這個事情是哪個東西是錯的 哪個東西 may not be accurate 對不對 或者是倫敦大學倫敦經學院又決定要切割她 或者ICO又告訴我們說 什麼東西會造成她的痛苦跟傷害 所以她每天是惶惶中日 她真的很可憐 而且你知道嗎 以她現在的狀況 除了她有很大的壓力恐慌之外 她正常情況之下 她跟古時候的皇帝一樣 皇帝是不早潮 不早潮是因為兵飛太多 可是蔡同學不是啊 她是因為睡不著 睡不著 所以她必須靠吃藥來維持 她的每天的健康 那麼她去看看 你們可以去總統府去查 這個總統公開行程 她是歷任總統中 公開行程最少最少最少的一個 就不要講什麼 李登輝馬英九陳水扁 他們這個晴雨走基層 你再想想看 你印象中的四軍統帥走過幾次基層 他曾經跑去一些小網紅 年輕人那邊去拉 你知道就有的沒的 他就挑這些其他 他知道他騙不了成熟的成年人 他找騙騙小孩 連那個沒有證書編號的證書 也敢拿去Dcard騙小朋友 對不對晃嘛 因為她知道小朋友不懂嘛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在網路上流傳 蔡同學呢 我想這個彰化縣長候選人也很倒楣啦 然後民進黨的 還有彰化縣的一些民進黨的 這個議員很倒楣 黨中央說主席要去幫你們站台 他們敢說不嗎 結果呢 這個蔡同學 去幫這個彰化縣長彰化議員呢 站台 有人在後面惡搞他 把他從他的背後拍到了 左右各兩個 一個超級無敵霹靂大的讀稿機 然後呢 他就在那邊一個字一個字的唸 好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醫療都要買綠電 如果不買綠電 還是買綠電 因為東西就買不出去 連我們的富富神山 大家都知道我們富富神山 是一個一個年 台積電 還是要買綠電 去哪兒買綠電 綠電要購入 我就跟他們說 綠電最大的素材 就在我們中央 跟他們說得好 我們要做總統進來 跟高雄我們為民族的做反正 是說 我們統統貴漢 我們中央地方一起飛動路 現在 台灣有七成的風潮 我不是說 一個政治人物要如何的舌燦蓮花 也不是說一個政治人物呢 要怎麼樣的口若懸河 這個學富5G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都有這種恩賜嗎 可是 政治人物 他至少要具備一個清楚表達理念的能力 為什麼 你跟我說口才不好不能當總統嗎 當然不能當 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 管理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叫做溝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叫做清楚的闡釋自己的想法 與下屬與同胞與老百姓溝通 你不能永遠找發言人 對不對 因為發言人不是你 而且你必須走入基層 跟民眾交換意見 所以具備基本的溝通能力 這是一個作為四軍統帥 或者作為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件 但是很抱歉 817萬的同學們 你們選出來的人不具備這個能力 剛才去看看左右兩邊那兩個大的讀稿機 寫的東西是很基本的東西 他連這個都要看稿 他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所以他眼睛不是往左邊看 就是往右邊看 各位注意到他的眼睛沒有往中間看 因為通常中間的讀稿機比較不好放 會低頭 所以他就往左邊看往右邊看 要不然中間那個就會樹得很高 好 我參加過的這種演講場合 就是不管是社團的辦的活動 或者是這一類的場合 我去主持過的或去參加的 我覺得50場以上100場可能也都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場子 是左邊一個讀稿機 右邊一個讀稿機 我有看過讀稿機 有那種讀稿機放正面 放地上的 放前面的 可是那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會後有卡拉OK 要唱歌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背得熟歌詞 而且有些人節拍抓得不好 所以要放什麼你歌扮唱袋 有沒有那種染過字的那種字幕歌詞 所以才會把一個小小的螢幕架在舞台的中間地上 我從來沒有看過 左邊一台超大讀稿機 右邊一台超大讀稿機 只有我們的四軍統帥 蔡英文蔡同學蔡十一蔡依依 是這樣子在演講的 所以各位看看會不會覺得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 白酒勾到拿把 會去投給蔡同學呢 我承認我 我承認我2016年的時候 我的白酒勾到拿把 但是2020就醒了 我很早就醒了 我2017年就醒了 票投完以後 那時候我在伊甸市在民視 我就發現不對啊 這個人為什麼講的東西都沒做到 而且民進黨最重要的一些核心價值 他一手就沒收了 黨內的民主一手就沒收了 什麼這個試扁案 要在黨內投票 結果一看狀況不對 就尋佈散會 叫大家去上廁所然後跑光 所以你去看這個人的作為 非常非常的不光明 那麼今天其實 到了蔡同學的第二任的後半 人情冷暖已經出來了 民進黨這些牛鬼蛇神 財狼虎豹一大堆 他們怎麼可能 乖乖的把自己呢 多年經營的政治實力 被蔡同學一個人給玩完了 所以呢 現在造反的造反 鼓噪的鼓噪 敲碗的敲碗 倒數計時的倒數計時 這就是民進黨 其實悲哀的是台灣 因為我深深的感受到古人說的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看到妖孽之後呢 你心裡就驚了一下 那國家快亡了嗎 進段廣告我們來談談2024年大選 聽說有一份民調 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這個排行 而且差距並不大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謝謝你們三年來一路相隨 實現公平正義 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經過三年所有的證據 終於水落石出 該是時候把蔡英文學歷詐騙集團 跟她的黨羽們送上法庭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從台灣跟美國 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我們初步估計 這個訴訟第一個階段 會需要500萬台幣 大約是15萬美金 需要大家的幫助 謝謝你們 香港人 沒有人 我們 我們 後面 入口 高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colored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Ob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I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colored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out Oh, down the river I've jumped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ave it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eadsides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You see a little bit You see a little bit You see a little bit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中天有一份民調 中天做的民調 基本上比較沒有說一定要操作的必要 但如果你是自由時報 或者是總統府中央社 或者是三立民調 民事的民調 那我們可能會說 Oh,這可能是總統府放的 中天的民調 基本上是不是民調 我不敢講 因為我沒有參與 我沒有看到所有的研究方法 我也不知道他的抽樣 他的打電話的公司有沒有被收買 但是用直覺來想 他比較不會是被政府收買 好 這個標題是 賴清德2024大位不穩 打個問號 侯友宜小書2.6個百分點打成平手 來我這樣看2024 我們來看先看這篇文章 我們先順著他的邏輯講 年底大選被視為2024年的總統選舉前哨戰 其實說是也說不是 因為對賴清德來講他沒有子弟兵 黃偉哲不帥 就算現在有人是子弟兵 也不敢講話 也不敢表態 因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現在是被 蔡英文壓在深宮打的 我不好意思說那個兩個字 但是他是被壓在深宮裡面 中日怨嘆的怨婦 那麼侯友宜那不用講了 他如果在新北學書了 或者新北選的票數難看 他在黨內也不穩 可是話講回來 國民黨黨內 雖然後侯友宜也是一個 望之不似人均的候選人 可是如果不是他是誰呢 難道是朱立倫嗎 我想國民黨內都快炸鍋了 有這樣的主席都快炸鍋了 你還要再提名他 那是韓國瑜再來一次嗎 還是國民黨真的我說句實在話 這麼多年來你們真的沒有培養人才 培養的真的都不是人才 應該這樣講 好我們來看看 那麼中天發布的最新的民調 台北新北市而已 不過新北市其實是一個一夜之秋的 很好的預測的縣市 因為新北很多外來人口 所以他可以看成是一個全台灣來自各地人的一個縮影 這個新北市發布的民調呢 如果下屆總統選舉藍綠白分別推出新北市侯友宜 副總統的賴清德台北市長柯文哲參選 結局是民調結果賴清德獲得29.9的支持 侯友宜獲得27.3 柯文哲20.9 僅僅落後賴清德2.6個百分點就是侯友宜 民調3個百分點的誤差範圍內 其實民調真正的誤差範圍是6個百分點 因為賴清德是29.9加減3 侯友宜是27.3加減3 柯文哲是20.9加減3 所以柯文哲跟侯友宜也幾乎是打成平手 因為民調3個百分點 其實政府誤差應該是3.2個百分點 因為我猜了媒體都喜歡做1024個樣本嘛 至於媒體為什麼要做1024個樣本 你去問媒體人100個有101個不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學過研究方法 別人怎麼做就跟著怎麼做 其實樣本數要多大 要看看你判斷這一次你要調查的人 他們兩個之間有多接近 也就是說你如果從今天的民調來看 賴清德29.9侯友宜27.3 他們兩個人的誤差在2.6個百分點 所以 所以你下一次如果真的要分出勝負的話 你會希望你下一次的抽樣誤差要小於正負1.3% 我今天要上課要教課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29.9侯友宜是27.3% 兩個人差了2.6個百分點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把抽樣誤差算進去等於是打平 那換句話說你這次做的這個民調是沒有意義的 有做跟沒做一樣 那你為了要區別你下次如果還要做的話 你就要把2.6個百分點除以2 等於1.3 這是你可以允許的抽樣誤差 為什麼1.3為什麼要除以2 因為我剛剛講過賴清德的29.9要加減抽樣誤差 柯文哲應該先說侯友宜 侯友宜的抽樣誤差要加減抽樣誤差 所以一加一減你要把這個兩個中間的差距除以2 因為如果賴清德減1.3侯友宜加1.3個百分點 那麼兩個人不是就會變成2.6個百分點的差距嗎 所以你必須要下一次的抽樣誤差要小於正負1.3% 以使得第一名跟第二名分別加減正負1.3%的時候 不會兩個的這個區間是重複的 好教一下抽樣教一下統計 那如果你允許的抽樣誤差是正負1.3%的話 那回去我們就要去想 那我們要多少樣本才會使抽樣誤差小於1.3% 來教大家公式 抽樣誤差的公式等於正負1.96乘上根號 P乘上Q除上N N是什麼東西呢 N是樣本數 P跟Q呢分子在根號內是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兩個人的這個抽樣誤差 兩個人的那個估計的參數 就是說賴清德是0.29.9% 那就是0.0 0.299 對不對 那是投給賴清德的 那不投給賴清德的人呢 就是1-0.299 就是0.701 那你要用這樣的方法去變成根號內的分子 那分母呢你就可以去求 看你要多大的樣本數才能夠使 這一次抽樣的 抽樣的這個 叫什麼 的樣本數樣本的這個估計值 他的正負誤差 小於你可以容許的正負誤差 對不對這樣講有沒有 因為我手上沒有筆 沒有 有點在講繞口令 反正聽懂得懂的人會叮咚 聽不懂的人會 大概你知道一個概念就好 所以呢 所以照這樣的情況之下下一次如果真的要去分出個勝負 要看侯友宜跟賴清德誰勝誰負的話 這個時候呢 他的樣本數可能要增加到將近四倍 才可能讓正負3%的樣本降到差不多正負1.4% 1.5% 要四倍 因為分母是四分之一開根號之後 才會變成二分之一 你的衝藥誤差才會減到原來的二分之一 那你下次抽樣可能要1054的四倍 你至少要做到差不多4000份 你才能夠讓抽樣誤差小於正負1.3% 所以賴清德跟侯友宜的差距才能夠被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就是才能夠顯著的有差異 好順便教一堂統計課 所以國內做民調的人都空空了 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麽要做這民調 他也不知道為什麽抽樣要抽1000份 他也不知道什麽叫抽樣誤差 他只能說這抽樣誤差範圍內 那你既然知道在抽樣誤差範圍內 那你為什麽不繼續往下做呢 你做了1000 1024份或什麽1000份 那你抽完以後一做奇怪 這個在誤差範圍內那你不趕快再加樣本 不然的話你弄了半天你這個民調就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好了今天獨家傳授台灣那些民調中心 我想這種概念 我想連連洪耀福洪耀男這種兄弟長期操縱民調 等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爲什麽爲什麽樣本書要這樣好 題外話 那麽我們回頭來看看 中天新聞它公佈的適合 裡面民進黨候選人 先談民進黨民進黨候選人當中 賴清德最適合的有54.4% 陳建仁9.7 鄭文燦7.9 國民黨呢 認為適合的侯友宜50.2 朱立倫14.2 韓國瑜8.8 你看這個政治多現實啊 四三年前兩年多前 韓國瑜不可一世 結果呢不知道是哪裡做票 一下子就是大敗 經過也不過兩三年 現在竟然支持度還小於朱立倫呢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侯友宜竟然 50.2 在國民黨內已經是沒有人可以撼動的人 同樣的賴清德在民進黨的 認為民進黨會代表民進黨的也至於至54.4 也是一個黨內無人可以撼動的 不過我必須說 蔡同學只要一席上存啊 永始浮宣 他絕對不會讓賴清德代表民進黨 我不騙你看你們要不要跟我打賭 蔡同學只要活著 他絕不會讓賴清德代表民進黨 那個時候民進黨黨內就會有一個心風邪雨的鬥爭 我必須說的是那個時候蔡同學鬥不過賴清德 但是因為就民進黨黨內來說 他們已經不會再去故意蔡英文在想什麼 因為搶導眾人推嘛要下台了嘛 民進黨這些支持者再現實不過 可是我必須說的是 蔡同學他會掌握一些人 而這些人呢是沒有退路的人 他會逼著這些人去做到 讓賴清德不敢也不能代表民進黨 至於怎麼回事呢 各位請繼續慢慢看下去 看看我說的準不準 另外你們不要忘了 陳其邁是蔡英文真正的口袋人選 信不信有你 當你們怎麼投票我都能夠做出結果 讓你疊破眼鏡也好 我就是有辦法操弄的時候 隨便路邊抓一個阿斗 民進黨都可以在蔡同學的操弄下 繼續拿下高票當選2024年的總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否稱職是否望之四人均重要嗎 大家好好想一想 要以敵為友不要老是想正常的情況 因為今天你們碰到的人不是個正常人 蔡同學不是一個正常人 正常人或做出這麼心狠手辣的手段 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操弄黨內初選 還撂下狠話說如果賴清德要選他要退黨 然後最後呢 用盡各種醜陋的手段 光天化日之下作弊 拿出他自己的抽樣名冊 交給了五家他自己掌控的民調機構 然後再去買通媒體 然後理應外合 硬是從輸20幾個百分點 到贏賴清德將近10個百分點 你相信這種事情嗎 但是這樣的事情就是發生了 以蔡同學的思維 我2020年可以做一次 我2024年為什麼不能做一次 不信你們走著瞧 到頭來你們呼天搶地 不要怪我事前沒有告訴你 我稱不上什麼民調專家 但是我在民調的這一條路上 從我念博士到我教書至少25年 我淨淫在統計民調跟研究方法裡面 而我在媒體擔任評論主持 也超過10年 我的觀察你不妨參考 這段廣告回來論文們 大家好我是彭文正 謝謝你們三年來一路相隨 實現公平正義 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經過三年所有的證據 終於水落石出 該是時候把蔡英文學歷詐騙集團 跟她的黨羽們送上法庭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從台灣跟美國 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我們初步估計 這個訴訟第一個階段 會需要五百萬台幣 會需要五百萬台幣 大約是十五萬美金 需要大家的幫助 謝謝你們 我們接著 我們會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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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包括了监察委员、立法委员、还有台湾的高等法院以上的法官、还有检察官、通通收到了恶官这本书。那么目前呢退的人不超过十个。那这些退的人。 很多各位,基本上只有立法委员像什么林静怡啦、蔡奇昌啦、这几个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的人把这个书给退了。其他的呢,我相信他们都看了。包括,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寄给黄伟形态招啊这些人。可是有一个宇宙政议学员的同学们。有一个宇宙政议学员的同学。 再三拜托我们一定要寄给他们。然后他说这些书他买单,请我们帮忙寄给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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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原本我们觉得说圣经上说,不要把珍珠喂狗喂猪吃棉,那回过头来咬你。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是不怕咬嘛。我就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嘛,你就是恶官嘛。如果你觉得不服气,你可以来告我啊。那我们再来好好检验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恶官。我们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我没有经过修剪的证据。有人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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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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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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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说,我说,我说,我 bravo,我说 unden吗? 就是原本 waren见就是长的这样。对不对?我不能去修改它,我不能说噢,这个判决书有点模糊,或者判决书的证据有点模糊,因为它的证据就长这样子,我们就是�렌 zero. 就是把這個東西物證直接的翻拍收錄在這本書當中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我們想要記錄歷史 我們要證明這本書裡面並沒有加什麼自己的真扁 自己的真扁我們都寫在旁邊 所以我不會假句假矣 該是證據就是證據 該是判決書公文就是公文 那我們的看法會寫在政經觀點啦 或者李律師張律師的觀點上 兩件事情不混淆 作為我盡可能的作為一個中立的 呃寫這本書的人啊的出版者 好那這本書呢在國內 已經幾乎該要有的都有了 那我們沒有寄到國圖去 因為國圖的館長將來是我們的被告 所以我相信他現在騎虎南下 他逃世了 他也不敢收 好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在美國接下來會在英國 在美國呢 至少有50大圖書館 收到了 或正要 快要收到了我們贈給他們的書 而這中間有一些呢 是他們會花邊預算跟我們買 有一些呢我們就直接送 好那什麼人幫我們做這樣子一個工作呢 我特地找了一個外國人啊跟台灣沒有什麼瓜葛的人啊也也不太了解台灣在幹什麼但是非常熟悉中文的人 而且呢在美國的圖書館界呢關係良好的人幫我們把惡觀這本書呢推進到美國重要的50大圖書館 你說彭P你在吹牛嗎沒有來我唸一封信給你聽啊 這封信哪來的呢 Yale University 耶魯大學好上面說 Mr 某某某就是替我們贈書的人 宇宙真英學忠實的同學 上面寫說 We greatly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gift mentioned below and extend to you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 Chinese collection 惡觀寫了兩個中文字 什麼意思呢 We greatly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gift mentioned below and extend to you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就是說我們呢收到了這個禮物啊在下面收到的這個名字 而且呢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感謝 For the Chinese collection 這個是一個中文的收藏啊叫做惡觀 在這個英文信上面呢打上了惡觀兩個中文字 最要Sincerely Michael Ming 這是一個 呃耶魯大學的中文的東亞圖書館的館長 他呢叫做headEast Asia Library and Librarian for Chinese Studies 他是東亞圖書館以及中文藏書的圖書館的館長 Head East Asia Library and Librarian for Chinese Studies 這是耶魯大學收到惡觀寄給我們的一個感謝函 只有一個學校嗎 沒有我手上一疊啊 但是呢我們慢慢在跟大家說 因為怕這個我們在國安海外的犯罪集團太忙啊 到時他要去把人家這本書撤掉啊或什麼 我歡迎你去撤這撤的過程呢我們再來好好再做一波新聞 好再好好的做一個這個大幅度的指控 那麼這個這本書呢就已經送到了包括耶魯大學在內的東亞圖書館的非常多個地方 好我們的目的在於不容輕始竟成輝 要讓現代人跟後世子孫呢好好的看一看 發生在我們身上 2020年代 台灣這個號稱一個民主的國家 竟然發生如此荒唐的事情 那我也要這個恭喜這個榮登封面的三位啊 當然中間是蔡始皇旁邊呢是邢太昭跟黃偉 你可以去設想一下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後你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 到美國來讀書 到了美國的圖書館中文圖書館各大學 去查一些資料赫然看見自己的爸爸自己的祖父 自己的這些當然蔡同學不怕了啊看到自己的親戚 竟然在惡觀這本書上面當了封面人物 然後再打開閱讀你覺得他們會覺得多麼的難堪 那你說這怪誰呢 你們不要做那麼難堪的事情 入人於罪不要做這麼壞的事情 你就不會被英選為惡觀不是嗎 我今天挑戰邢太昭挑戰黃偉 你也可以出一本書上面給我寫著惡人 把我的照片大頭給你 對不對你要跟我要我可以提供給你原始的 只要你敢 你可以寫得出一個字告訴我我哪裡作惡 但是我這整本書上寫的每個字 字字句句都有考證 每個字都在說封面上面這三個封面人物 為什麼是惡觀 我們可以容許所有人來挑戰我們 所有人呢來推翻我們的論點 我負所有的文責 我們大膽的告訴大家 這三個人就是惡觀無誤 而且這本書在包括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 在內的你想得到的美國知名大學跟知名的圖書機構 都會有這本書 而且你們過一陣子你們可以進去中文書目 進入去看看這本書是不是真的如我所說的 還是我在吹牛 他已經進入了美國重要的圖書館 接下來呢 當然不會少掉英國 我們會把這些東西完整的記錄歷史 不容輕始竟成輝 像催著士奇君一樣的前撲後繼 為後世子孫留下一頁真實的記錄 好我們來看看蔡同學她的那個黑皮書 一百八十一頁倒數十二行 這個倒數十二行呢我要提到的部分是 通常他這一本書的每一個段落一開始都會空 大概四到五個字母的一個空格嘛 就是這一段的開頭 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倒數第十二行這一整段的開頭是 the term control means legal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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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the是這整個段落的開頭 但是他一個空格也沒空 他沒有空一個單字的大小 通常人家空格大概五個字母左右 其他都空了就倒數第十二行一百八十一頁 他一個字都沒有空 不知道答字機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的是真言第十章第九節 聖經上上帝的話語跟大家分享 行政直路的步步安穩 走彎曲道的避至敗漏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H—— emple安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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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 老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